流行就一定要穿 那要什麼時候穿 就是流行還要基於 個人長得流不流行是嗎 個人條件或個人的個性 因為其實羽童就是一個 古靈驚怪的文青 可是他現在這個樣子 就是說他想要有都會感 對 然後 然後 擠不出來 老師擠不出來 還有一點我想詮釋的就是性感 因為我覺得這件會讓人家 就是讓我屁股看起來很好看 好 妹妹我告訴妳 可能你們現在流行喇叭褲 可是其實在姐姐的年代 或者是像姐姐的年代 姐姐的年代 其實這種喇叭褲 妳要再長一點 對 我也覺得 尤其是妳穿高跟鞋的時候 妳這樣子感覺是 褲腳永遠在半空中晃 對 你的腿並沒有變長 可是其實不然 現在年輕人都要出來了 其實現在流行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不是加高跟鞋 加什麼 是加平底的球鞋 或者是樂服鞋 然後露出一截襪子 很可愛 有一點點那種書 所以小改就可以了是不是 對 就是褲子脫掉 或者鞋脫掉就好了 那就脫褲子吧 像雨桃 對 她想長大 她想變性感 對 像這種都會的東西 妳真的沒有那種 從裡面散發出來的氣質 有些時候 說真的超不太氣 對 反而妳比如說 像妳本來就是那種 比較可愛 年輕的 短版的這種牛角外套 這就是妳的嗎 這個搭這褲子很好看 對 這樣子妳反而比例 看起來會比較好 對 妳也可以穿像這一種的 妳看像這樣子的新外套 好看的配色 好大版喔 聖誕節跟過年都可以穿 而且這男性有人最喜歡 因為他們最喜歡聊當兵 這個聖怪的要不要 讓他們一下子 講到當兵時候的他們 對 其實這一屆 如果男生穿得下的話 也可以穿 好看 對 然後妳看 把帽子戴起來 為什麼這樣紅會不會就不覺得怪 對啊 好奇怪 好看 好看耶 可能因為那帽好漂亮 我覺得它的紅很漂亮 對 那比韓風更好看 真的 其實這種外套 現在在韓國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流行 這麼非常 真的 它其實裡面的毛毛 是可以拆掉的 所以如果天氣沒有這麼冷的話 你可以把毛毛的部分拆掉 然後前短後長的這種大衣 對 好看 對 其實對於這種比較嬌小的 身型的女生也很棒 或者是 對 不怎麼樣的一件上衣跟褲子 就變得高級級 對 對 或者是 今年很流行 Oversize 對 一隻長版的真正 它可以Over 這件我可以嗎 它可以Over 我可以Over 很Over 但是 它的胸口長 對 它的胸口長 但是 它在穿Over的時候 一般如果個子比較高 肩膀比較寬的女生 它可以直接把肩線穿在身上 但是像它這種 個子比較嬌小的女生 我會建議 因為它是Over size 所以你可以把它往上拉 往上拉 變領子 它的保暖度會增加 然後不會讓你覺得整個 好像小孩穿大人的衣服 對 然後再來就是 那那個要比起來嗎 對 用摺的 而且我會摺一個 很長很長很厚的 你不要摺一圈 一圈就像媽媽了 對 不要摺一圈 放一下 好好看 好好看 對 學起來 因為它的這個 漱口的地方是做比較小 所以如果你 只有一摺 對 就是一大摺 一大摺之後 你再把它往上拉 因為它這個地方有樹 所以你往上拉的時候 它就會卡住了 然後再把它往下放 這樣就不會覺得垮 好看 不垮 對 這樣子看起來就不會 就會覺得很有型 對 穿衣服 穿衣服的時候 自己要去找出比例 對 因為個子小的女生 其實也是可以穿這種長版的 穿這樣好好看 這件很好看 我覺得比那封印外套 好幾個萬倍 對 或者是 每一切感覺都不一樣 它那個飛行夾克也好看 這個也好看 然後均綠色的那夾克也好看 或者是今年 灰色 灰色會是今年秋冬很重要的顏色 灰色 白色 像這種譬如說 比較年輕的女生這種牛角扣外套 這很可愛 對啊 你看這種牛角扣的外套 到底為什麼 就不會覺得好與童 對 就不會覺得是借來的衣服 對 好笨 合你的個性跟氣質 好的 好的 謝謝老師 謝謝